第一次上课的内容大概就是 比较重要的就是几个常用的文字函数 像什么REPTLEN 或者是说什么LAPTLMID的这些函数 这些函数用到的机会还蛮大的 所以请各位记得 你要慢慢熟悉Excel里面提供的函数 它的好处可以帮助你快速的解决问题 但是毕竟函数它有限制 什么限制它一次只能执行一个动作 也就是一个 你上面的公式你只能打一个 打一个一公式在上面 那这个只能做一件事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处理一个连续的动作 很多很多地方要一次全部做完的话 那你可能要用VBA了 但是大部分同学都不会写VBA怎么办 没关系你可以借由录制聚集 可以暂时先帮你做出VBA 还记得吧 那个张康里面有提到就是 你可以再把你这边的动作 把它用录制聚集的方式 录成一个按钮 OK 那怎么样把聚集变按钮 如果你忘记的话 请各位再回头看一下 那个第一次上课的内容 里面都有 那当然重点我就不追溯了 反正录制 那总会有三个动作 一二三录下来之后 再利用什么呢 插入按钮 有没有 就可以帮我做出按钮 那我按钮 按有两个 一个是串接的结果 一个是清除 所以我们按要清除 它会把资料清掉 那再按一下一个串接 它就会把所有的结果都丢过来 那实际上呢 它只是我们只是把 之前做过的动作 包含就是 赚钱的公式动作 帮我录下来 然后变成一个VBA 会帮你写在哪里呢 一定是开发人员里面的VBASC 不过特别是开发人员 请记得每一次都把它打开 因为未来 我们基本上都要靠这个开发人员 但是开发人员 它预设不会打开 那也就是记得就从哪边来着吧 上面这边有个箭头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里面的制定功能 制定功能区 这个开发人员一定要打勾 那请记得啦 你每一次上课啦 请记得可以先来的时候 先把这个先打勾 不然的话你后面 应该会找到功能 因为VBA一定要从这边进来 那它预设的功能是没有打开 所以你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那把这个开发人员打开之后的话 那当然你就有录制聚集 也许你可以把之前的再练习 我建议如果你录制聚集不熟悉的同学 一定要花点时间 反正只要你做过每天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把它录下来变一个按钮 录下来变一个按钮 那做久了之后啦 录制聚集这一个动作 我想你就熟悉了 那再来可以配合VBA的修改 那你慢慢的 就可以做出你要的自动化的按钮 按下去 所有的事情都胖胖胖的搞定了 这样感觉就会蛮好 不过我们就是阶段性 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当然这个地方录制聚集 其实还没有写任何程式 那它到底帮你写什么呢 基本上就是写了三件事啦 邮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14 输入个公式 打过码 然后向下填满 那你才把它变成一个这个按钮 那今天的话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把录制聚集延伸 就是我如果不用录制的 我要自己来转写VBA的话 那要怎么做 第一个呢 也是一样 你把前面这个 这个工作表 按拖拉 然后按握手键 再增加一个 一样的 把它 这个名称改这样 刮胡叫VBA好了 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写VBA 所以要有点心理准备 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来 撰写VBA 那但是撰写VBA呢 我想这个地方可以 这两个按钮 其实可以把它删掉 先不要好了 OK 然后里面的东西呢 也许我们也可以不需要 所以你可以把它 ctrl 去的向下 这些把它删掉 那VBA该如何撰写 第一个我想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是要先把V 这个 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一定要先交出来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来开始了解 VBA怎么样撰写 那 请各位注意一下 上上个礼拜的那个档案 如果你还存在 你有再把它开起来的话 那理论上模组里面 应该 等一下 所以请各位先把这个 档案先开起来 待会再来讲VBA的部分 因为等一下我会 那个切换画面 等于把你的画面切过来 所以 请各位先到这边 待会我们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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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